我们可以没有手机没有电脑 但是不能没有电 所以能源的产生未来 会是一个重要的产业发展趋势 核融合确实是可能的解决方案之一 各位曲伯科技教师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曲伯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科技最前线 能源是人类困扰已久的问题 在所有的能源方案之中 核能是其中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过去我们都是使用核分裂反应 核分裂反应会产生很多的放射性核废料 所以没有办法解决 最近新兴的一个技术 就是核融合反应 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开发 最近有了一些新的突破 核融合反应主要有 磁性局限融合跟惯性局限融合 但是这两种技术都需要庞大的研究经费 而且到目前为止 产生的能量还不如消耗掉的能量 所以它目前还不是一个产生能量的装置 对于解决人类能源问题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全世界有超过20家的核融合新创公司 非常开心其中一家在台湾有研发中心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参访巨界节能公司 同时也专访到巨界节能的全球资深副总裁 黄国新博士 来跟大家好好谈谈到底巨界节能的核融合技术 跟其他竞争对手有什么不同 今天非常开心专访到黄博士 先跟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企博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您的这个背景其实跟我有点像 因为我们都是材料系毕业 是不是先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背景 我是台湾出生的 那我是其实英文教之后 Humble beginning 就是我父母亲是从南部农家子弟 然后到基隆 所以我在基隆出生 我读完成大以后到台大读书 所以我是成大的野财系 财大的材料系 毕业以后我跟我太太结婚一个礼拜以后 我们就到美国去 那我是到美国的Universal Utah 所以我在那边读博士 读完博士以后 我就经营的到Silicon Valley 到矽谷去工作 对那在矽谷的话基本上就是 我在一家公司叫做Seagate 全世界最大的硬碟公司 但是在我那个时代的话 机会很好 机会很好的意思就是说 刚好是那个整个电脑 对一直在起来 所以那时候觉得自己很厉害 但是其实后来发现就是说 其实自己不是很厉害 因为随便游一下 因为那个浪很大 就把你冲上去了 所以我在Seagate的话 我在那边27年 我就基本上从Mailer Joe 然后Senior Manager 然后Director Senior Director Exact Director 我在2006年的时候是在矽谷的 Seagate研发中心的副总裁 那其实那时候的话 我曾经是当时在Seagate 在北美的美国里面的唯一 所谓的华裔副总裁 我在那边就是基本上负责所有的研发 从Research到Technology 产品开发到最后的新产品开发 那我是7年的时候加入季界 因为会加入季界的话 有两个理由 这一个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是incredible 一个trenium dollar 造元产业的一个以后 一个新兴的事业 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我是台湾出生的 然后在美国的话 工作刚好也高一段落 然后想要回台湾来 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project 所以基本上 这个是我很简单的一个资历 所以黄博士 其实他的背景跟我有点像 因为我们很巧啦 我们是成大 所以你也是学长 我在台大念书 你也是学长 台湾最近遇到很多能源的问题 尤其是最近有一个热门的议题 就是什么小型的核子反应 但是它毕竟还是核分裂反应 还是会有核废料 巨界节能用的是核融核反应 能不能先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 这个技术跟其他竞争对手有什么不同 其实在台湾的话很有意思 就是大家一讲到这个核 大家就觉得 这个很害怕 因为大家了解的就是像 核一场 核二场 核三 核四的那个 那那个东西就基本上是一个所谓的核分裂 核分裂就是说你有放射性的东西 你就是分裂以后 它能量就出来了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里面就产生有很多 第一个核汇料 第二个就是说有这个放射性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技术也是叫核 它叫核融核 核融核的话其实刚好完全不一样 它是两个东西撞击以后 它会产生一个新东西 其实所有的我们宇宙创造的东西都是靠核融核出来 那这个核融核的话 它基本上就没有这个核汇料的问题 那当然还是有一些所谓的放射性的问题 微量的放射性 那台湾我最近有听到就讲到就是SMR 小型核子反应 小型核 那这个其实就是把核分裂的东西 就把核电厂核一核二核三核四做小一点 那我们做的是不一样 我们那个就是一个小型的 是核融核 而且我们选择反应的东西 它是不会产生中止的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核融核 第二个它没有放射线 也没有这些所谓的核废料的问题 再来我们谈到这个创新 都有所谓的S曲线 当然初期可能会慢慢成长 后来有个爆发期 然后慢慢到成熟期 那黄博士觉得目前 巨界使用的这个核融核技术 大概发展到哪个阶段 齐伯你有讲到就是所有的产业 因为我在矽谷大概30年的话 所有产业你注意看 都有一个S curve 那S curve的意思就是说 刚开始的时候很慢很慢 然后爆炸性的 然后变成那个 所以核融核你如果注意看的话 它现在在那个起线 我们叫做Infection Point 的意思就是说 它开始要拐出来 那这个很有意思 意思就是说大家都还没有看到 那但是它很快就要跳起来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在矽谷的话你如果看到一个气势 如果说那个钱 开始是在私人的钱 就意思就是用创投的钱开始出来 而且投资很多钱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要开始要起来 起来的时候 我刚好加入这个IT的S curve 随便有几下就被弄上去 那我们现在这个核融核 这个产业也是一样 这一点其实非常有趣 因为讲到核融核 大家印象里面就是美国的国家实验室 那个几百亿的资金才能做 要不然就是那个托卡马克 对对对 那个也是全世界好几个国家一起出钱 也是几百亿美金 但是实际上我们巨界 甚至是其他我们刚刚谈到 二十几家新创公司 用的方法不可能是这种方法 是是是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请黄博士 跟大家简单说明 我们巨界大概会推出哪些产品 那发展的方向 好的 我们现在有两个产品 我们的发展方向 第一个产品就是我们叫Ionbin Ionbin的意思 那个中文叫做离子素 这个东西会产生核融核 产生核融核以后 它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粒子出来 比如说它有中脂 有质质 有Helium 氦气 那我们都可以把它用我们的detector 把它弄出来 主要去做教育来用 所以这个是一个产品 那另外一个产品我们叫做 Mineal Reactor Mineal Reactor的意思是线性反应器 那这个线性反应器就是说 我们大概是最unique 独特的 我们现在出来的能量 比我们放进去的能量要大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技术上我们在做 我们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validate 我们一定要印证 这个是对的 所以我们找到很多专家 什么印证这个 印证完以后 我们要把这个制程可以repeatable 可以不断地产生出来 这个东西都做完以后 我们是准备要发表出来 我们要在世界上有名的杂志 把它发表出来 期刊发表 这个一定要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gain 把出来的进能量再放大起来 再来的话就是要 怎么样商业化 对 现在是我们这两个方向在做 所以我们简单的说 就是要先从一些 实验用的设备开始做产品 对 我想这个方向是对的 因为公司还是要有营收 这是研究单位 是 再来做到离子素 记得好像看的资料里有提到 这个离子素有一些医疗 或者是相关可能的应用 是 我可以介绍一下这个离子素的话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我们现在离子素 因为从研发的角度来讲 大概都已经做完了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fusion 就是看到荷隆核 你到教科书里面说 这两个东西碰撞起来 它会产生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都可以争承到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做商业化 我们的目标是这样 我们准备要卖1000台 给全世界大协跟研究机构 那我们的目标是蛮高的 我们就一台要卖5万块美金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有5000万美金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离子素荷隆核 它产生的粒子出来 这个粒子把它收集起来的话 在医疗上面是可以应用的很好 比如说有听到那个 用子子的东西来治疗 癌症的东西 日本很多 台湾现在开始 治疗的那个效果也非常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准备 在这两方面 一个就是用在教育上面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医疗上 医疗上 所以这两个会先 先出来 那接下来可能就会谈到 在真正能源的产生上面 是是是 好像有提到一个绿蒸气 是是是 跟大家简单说明 是是很好 就是现在大家知道嘛 碳碎啊 还有这个所谓 Green Energy Initiative 这六个月 我在台湾待的时间很长 因为我们现在产生的反应出来 会产生一些静能源 它出来是 Thermal Energy 就是热燃 那这热燃怎么用呢 我们发现就是说 在化学工厂 在一边的石油工厂 它用很多的蒸气 那现在它被要求要做粒蒸气 就是要产生能量 是 所以它现在就是 很多公司要跟我们合作 就是说 怎么样把我们这个反应炉 来变成Green Steam 就是粒蒸气 然后来期待他们现在用煤炭 用石油烧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准备 我们也跟台湾的一些小型公司在合作 我们现在开始的计划就是 我们要生产100KG 每个小时100KG 这个大概就是说 你把它换串的能量的话 大概是40个KW的能量 千瓦的东西 对 这个东西的话 你就可以产生粒冷 那也可以拿到家里面来用 对不对 家里面的热水 什么都可以用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粒蒸气里面上的应用 刚开始用100KG 然后再来又把它放大上去 就是可能从刚开始的40KW 到100KW 甚至到MW这样子 最简单的讲就是 粒蒸气因为它产生的方法是Green的 对 是环保的 对 这个蒸气其实在工厂里 本来就有一些反应炉 它就会产生 是是是 他们这个蒸气好像最后会是 拿去推液轮机 对对 甚至可能会发电机 对对对 所以可能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步 希望能够产生电能的方法 对 齐柏你是专家 就是我们从热冷里面 我就把它变成电能 那我们现在是 从我们的Schedule来讲 我们大概是2007以后 那时候我们就把它转成电能 那转成电能的话 我们这个因为是一个小型的 那很unique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需要间到台电的电网 我们这个电能 你家里头自己发电 自己发电 你车时我们也可以给一个 你那个PC 你的电脑我们也可以那个 Data Center也可以那个 那它基本上的应用就非常非常大 就简单的说就是有一个小型的 核融核反应器呢 它可以产生能量 而且产生完就直接用掉 直接用掉 这个让我想到钢铁人啊 钢铁人带在声音上的那一个就是 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钢铁人 另外一个你如果去看那个 Back to Future 来大家不都记得 它不是把那个塑胶皮不是放在那个里面吗 它是用Fusion 那基本上就是Fusion Car 那以后这个也会发生 所以其实以前呢 都是发电厂发完电 然后透过大量的电力系统输送 其实那都是能量损耗 最好的方式当然产生电 我就地把它消耗掉 是是 所以听起来 能源的问题确实可以用小型的方式 这种核融核反应器来解决 刚才我们谈的其实是核融核的反应器 对 但实际上 这个东西是工业用的东西 当然不是只有反应器 我们刚刚讲到产生绿蒸气 可是绿蒸气产生之后 你要推动涡轮机 发电机 这个我想也不会是巨界节能 一家公司就能做 所以黄博士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巨界节能是计划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建立真太系 跟其他厂商一起协作 大家知道台湾其实一个最强的地方 就是台湾的制造能力非常强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跟台湾有一个国际大厂 MOU就是那个备忘录 我们做反应炉 把反应炉核融合做出来 其他的东西都由他们来做 要由他来做 由他来做 来 那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国际大厂 相当大的厂 就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核融核 这里面需要有很多电源设备 他们也在跟我们一起合作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就变成我们的协力厂商 我们的目标是这样子 用台湾为来说就是 我们要变成我们八丈头 火车头带头 就像我们当年那个半导体一样 那这下面就有很多的协力厂商 我们的火车头就是核融核 我们的技术 然后这协力厂商 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台南会再建立一个实验室 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目前看起来 巨界节能是在台北嘛 对 已经是一个办公室性的这种实验室 那未来规划怎么去扩展整个研究的 我们刚刚提到的 第一个我们已经是跟这些国际大厂合作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其实是一个造岩产业啊 英文叫做trenium dollar species 苹果你注意看它的营业都没有到这种产度 所以我们现在的计划就是说 你刚刚提到我们现在实验室在台北 我们其实有三个实验室 在美国有两个实验室 现在主要是要把台湾当成发展的重点 尤其是在商业化里面 我们下一部分就是要在台南沙伦那边 我们盖一个实验室 所以把那个商业化 你讲到那个立生器啦 还有可能Ion病这个东西都要在那边做 实验室做完以后 那下一步呢 台湾科学研究就在那边 所以所有企业厂商在大量生产的时候 他就可以进驻在那边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计划 所以看起来就是 小型的反应炉 当然就很适合厂商 我相信将来每一间厂商 搞不好都需要类似的设备 是 这样等于是一个备用的电源 那当然以长期来讲 或许根本就可以取代原有的电源 刚才黄博士介绍了很多相关的知识 但是我们没有亲眼看到 可能没有感觉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去实验室来看看 到底聚界节能目前可以提供哪些相关的设备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聚界节能的实验室 那请黄博士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好像是离子素的反应器 是是 大概它的原理是什么 对 那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是叫做离子素反应器 它是在一个真空里面 你把它冲进中空以后 然后往变离子 离子的话你可以用比如说是川的东西 把它离子化以后 然后把它加速 加速到很高的能量 它撞击到另外一个川的时候 它就产生核隆盒 那也可以用比如说氢气 你把它氢气离子化以后打到那个波龙 就叫PV-Reation 就棚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核隆盒 它产生核隆以后 就产生很多高能量的电子 我们就有用一些detector 把它detect出来 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好的一个教育系统 所以可以让学生去了解说核隆盒怎么产生 会产生哪些这个粒子 那我刚刚也提到就是像一些高能量的中脂 质质 你可以把它起出来 就可以用在医疗上面 是 我们知道这个能源是非常重要的产业 我们可以没有手机没有电脑 但是不能没有电 所以能源的产生未来会是一个重要的产业发展趋势 核融合确实是可能的解决方案之一 当然这个努力的过程可能会很辛苦 而且会拖一段时间 但是我觉得这个产业值得年轻的工程师 还有年轻人加入这个产业一起来努力 最后我想跟黄博士谈一谈教育 因为您本身在台湾受教育 然后又去美国留学拿到博士 读这种美国的名校 台湾的这个教育跟美国一定有很大的差别 那大家知道台湾其实本来有核工系 很轻大而且还是我们两个的母校 可是核工系后来根本就走不下去 因为大家都反核 结果把名字给改掉了 改成工程系统与科学系统的名字还不好念 因为他以前做核分裂反应 所以大家觉得不好 所以大家退出 可是未来是不是有机会改做核融合反应 这个时候核工系搞不好又变热门 您怎么观察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 我们的看法就是尤其从矽谷的角度来看 大家讲干净能源 核融合这个能源一定会变成未来很重要的一个能源 在美国已经发生了 去年12月份的时候 美国的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 他就讲到他说他有Energy Gain 哇现在整个美国政府还有学生大学里面 开始在招收培养这些学生 所以台湾的话核融合这个教育 也要开始培养这些年轻人 那这个核融合不是核分裂 就是要核融合 这个核融也就是要核融合 我相信就是说 现在年轻人的话 你如果说来看现在台湾的产业 基本上是半导体 你的未来如果说还有20年30年40年的话 可能不是半导体 到时候半导体可能20年以后变传统产业 没有错 核融合可能就是现在的半导体 你的career如果说有20年30年的话 你一定要好好准备这方面的教育 这点真的很重要 因为现在台湾大家都谈半导体 但是实际上台湾在量子电脑 其实也是落后的 是是 那核融合就更不用讲 对 那个聚界节能人开始做这样的东西 但是其实包含政府单位 你也没听过人家在谈这件事情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确实 大家如果是以将来现在刚踏入学术 刚开始读书 可能要去思考 是不是可以朝这个方向 可是您观察在国外的学校有这个现象 是是 今天非常开心专访到聚界节能的全球资深副总裁 黄国欣博士 谢谢大家的收看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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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